圣言圣宴 饥渴慕意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 我们的心可慕更多地认识你 更多地明白你的旨意 让我们查考圣经时 心灵得到饱足 像享受丰盛的研习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 圣言圣宴 将你的欢喜在景象上 刻在心安上 除了我站立 我请为你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 以及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平安 我是袁哲善牧师 我是张静 我是立心 感谢神的恩典 让我们透过良有所制播的 圣言圣宴这节目 我们一块来查考圣经神的话语 今天我们进入到罗马书十一章 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十三节到二十四节 来我们用简易的归纳法观察解释应用 先观察一下在这一段里面看到什么 或是有什么疑问 我看到很多橄榄 还有树根树枝 这个好像在讲植物学 对 结枝啊 这个 是 这个其实是有一种 这个真的就植物学的学问 但这个是一个 他们如果在耕种当中 一般的知识 还有呢 还看到什么 他们是对外邦人说的 不是他们啦 是保罗 一开始他说 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 对不对 好 所以这也应该要上文下理 我们知道前面他是对着犹太人说 而且是好像他骨肉之轻嘛 他特别看重 对他们有些讲到神的选民 但是转换到这个对外邦人说这话 他还有个原因 因为我是外邦人的使徒 所以敬重我的知愤 他敢这样说的原因 不是自外于所谓的非犹太人 他前面他说他是犹太人 讲得很清楚 我们上回查的时候 他就讲说 我也是以色列人 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对不对 感觉好像他是那一边的人 他两边都是人 他说两边都是 你是以色列人 我也是 我是变亚伯之派的 那讲到那些非犹太人的时候 其实对犹太人来讲 一讲到非犹太人 他们都看不起的 那保罗说当我讲到外邦人的时候 他特别要强调说 我不是局外人 我跟你们是算一帮子的人 是一伙的 为什么 因为我的职份就是外邦人的使徒 对 他是跟他们有份的 那一讲到所谓的外邦人 其实对我们现实生活当中 我稍微提一下 我们在查经当中 我们要应用在生活当中 有的时候我们常会对那些 还没信主的朋友 记得我这样讲 还没信主的朋友 在教会或者在我们信仰当中 我们常说叫他们叫外邦人 你知道这样是很不礼貌的 因为我们信耶稣之前 他们叫我外邦人 我觉得那你是哪一国人 我们已经习惯这样称还没信主的人说 他们叫外邦人外邦人 他们外邦人没有信耶稣 怎样怎样 其实有一个问题 因为那是以色列人看非犹太人 他们叫外邦人 结果我们把圣经的人物的称呼 用在我们信仰当中 就变成很不舒服 还不信主的人 对 还没有信主 还要讲他们是朋友 不然怎么办 你说他们是不信的人 那怎么样 意思说他们永远都不会相信吗 这样好像也怪怪的 对 你要给人家一个温馨的一个称呼 我还没信耶稣之前 你就叫我是外邦人了 我跟你就已经是有分别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当时保罗用这个词是犹太人的用词 特别要提到 他跟所谓的外邦人是有关系的 我是外邦人的使徒 我是跟你们站在一边的 相对来讲 我们今天在查考的时候 我顺道提一下 我们对还没信主的朋友 一定要称他是还没信主的朋友 不然你跟他什么关系 是仇敌吗 不是吗 他还没信耶稣 你就说他叫外邦人 那他以后难道真的不信了吗 我们还是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信 对对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 保罗要讲的是对于非犹太人 他说今天机会来了 因为是犹太人先悖逆的神 失去这个救恩 那救恩没有糟蹋 神借着保罗把福音传给谁 非犹太人 对对 这边可以讲外邦人 圣经上是这样子 是没错 但是我们不要对还没信主的朋友 教他们是外邦人 这要强调一下 那在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 保罗说这样的情况之下 因此呢 这个情况救恩没有失去 犹太人还是有机会的 保罗在这里说 可以激励我骨肉之情发分 就是犹太人就想说 不对啊 上帝我们是神的选民啊 上帝你不可以就爱那些非犹太人 现在神的爱临到他们的时候 其实神的爱没有少过 只要是犹太人 他愿意回过头来 还是可以与神和好 那现在呢 在保罗那个时代来讲说 虽然犹太人有一段背逆神的情况 但是呢 这个爱是可以所有的普及到万民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刚才就一直讲的 这个树枝的问题 可是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在十六节这边 因为后面都一直讲树枝啊 树根啊 那都很很一致 可是在十六节一开始 他就提到一个新面啊 全团啊 觉得好像很跳痛 哪来的面团呢 这一团 还好你问了 不然我们就跳过去了 是 这里面其实有犹太人的背景啊 因为他们在这个过除孝节的时候 那个叫或者孝 这个东西啊 就是发粉的东西 是在以色列人来讲 玉月节时间要把这些除掉 为什么 因为那是霉菌 当然发粉有的时候是好的 是可以帮助我们 好菌 对 在他们的除孝节里面当中 是要把它除掉 是表示一个新的开始 是更新 所以他们献祭的时候 要一团新的面 没有酵母在里面 没有发粉在里面 发不起来的 对对对 那分别出来叫做圣洁 那也接着就讲到说 他们对于这个树枝 或树根的圣洁 在摩西的律法当中 很清楚来说明了 一棵树有没有圣洁 是树根若是圣洁 树枝就圣洁 因为树根的关系 好 那保罗才把这样子一个 在摩西的律法当中的概念 引用在信仰上面 就说转折过去 对对 是这样子转过来的 因为你所谓的献给神的时候 圣洁与否 并不是在于你在上面的 而是在于根源 所以他现在讲到根源的时候 就讲用感染来做一个比喻 那我们对感染 大概不是那么熟悉的 在以色列他们是很清楚的 就枝子可以插过来插过去 如果是自己栽种的 就一定是肥的 比较好的会长果实的 那野生的就比较差了 而且没有肥料 也比较好品种怎么样 但是这个枝子 你说是野生的 它插到它本树上面来讲 就能够结出好的果实 因为它吸收了肥美的根 对那是根的问题 所以保罗用这个来提醒 我们的信仰 那我们今天之所以 能够得到救恩是什么 就是我们原来是在 外面是野生的 现在就插到神的 这个国度里面来 我们就得到救恩 但保罗提醒我们这些 非犹太人就说什么 你不要像旧的姿子去夸口 你看吧 上帝不要你 所以上帝要我 这没什么好夸的 这样好像很骄傲 所以他说 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来 是什么 根拖着你 你说因为他被折下来 所以我被接上去 所以我就比他好吗 也不尽然 只是因为这样一个动作 所以我们有机会 所以在经文里面说 不错 他们因为不信 所以被折下来 你因为信 所以立得住 但是你不可以至高 反而要这样 惧怕 相对来讲 今天如果不长果实 或者他悖逆的话 被折下 那同样今天 如果我们也犯 同样错误的话 会不会也会有 这样一个遭遇呢 会有可能 也是会的 以栽众人来讲 一样的 一视同仁 所以在这里 是给我们这样一个提醒 那当然后面也是说 如果这个被折下来的 再重新接回去的话 难道不会活吗 一定还是可以的 有个本术 就是他自己的 是不是 所以这是一个 保罗在用这样一个 什么折下来 什么接上去 新的 旧的 也的 反正只要根是对的 你接上去的 智子都能够活 袁牧师那那个 22节 只要你长久 在他的恩词里 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 那个在他恩词里 是什么意思 这是一个很好提醒 因为我们总觉得 接上去就好 对不对 你接上去 如果你不在他恩词里面 就等于说 你跟着树根关系不好 就只是插着 但是没有 失智的 最后你还是 养分吸不上来 没有去吸收 没有去接上去的话 你外表是绑上去了 是连接上去的 可是生命没有连接的话 可能差之失败 对 旧的情况之下 还是会枯萎的 那又怎么连接 这个就是在 耶稣的比喻里面 讲到真葡萄树 枝子与树的连接 就是藏在主里面 藏用神的话来连接 所以更多的来认识神 处在神的教导 或是讯会当中 我们的生命就会连接了 好 时间关系 接下来就要运用了 来两位同工 我觉得 22节给我的提醒很大 因为自己虽然已经是基督徒了 但是也就像是这个 野橄榄接在这个树上一样 如果没有常常跟主连接的话 还是可能被砍下来 所以要常常跟基督连接 然后用神的话语 来从里面吸收养分 难怪你要问说 怎样长久在他恩池 我不想被砍下来 所以这边也讲说 不要至高反要惧怕 好来张静 其实我对23节特别有感受 因为我的母亲 其实她是从小认识神的 因为我的外婆是基督徒 可是我的母亲因为 我的父亲他们原生家庭 并不是基督徒 那因为结婚的关系 那我的特别我的奶奶 其实又在信仰上面 其实是逼迫我妈妈的 然后不准她去教会 然后要她一定要拜拜 我记得我从小 我妈妈说圣经故事 然后唱诗歌 但是在过程中 我觉得渐渐渐渐的 她真的就远离神了 我看到这一段经 我觉得说 神仍然可以将她在重新的街上 我觉得对我妈妈的生命当中 她其实是认识神 让我对于她能够回转到神 这件事情上 其实是让我更能够有信心 因为其实传福音传久 有时候会 有时候真的是会让我觉得 对于她能不能够得救这件事 我其实心里会紧张 但是看到这段经文 就会让我觉得 再次重燃那个信仰的信心 常常我们会因为说 她已经听过福音了 那已经不信了 或者是说现在不愿意接受 那以后再传 可能就机会不大了 其实不尽然 连犹太人这样子的悖逆神 还让他们有机会 好 感谢主 让我们有这样的分享跟交流 那么节目进行在这 就要跟您说再会了 我是袁泽善牧师 我是张静 我是丽星 愿神称音平安喜乐 拜拜 拜拜 我的人